喔你看 前面停下來了 他自己幫我停耶 這個 我很少試駕車子說 那幾天都睡不好 因為每天我都想要出來開一開 尚餐齊 MOK Trig BOBO在20年的2月 就在網路上發表了全新的FH跟FM 本來預計要在20年的4月 發表新車發表會 因為疫情的影響 所以後來連新車發表會都暫停 甚至停止接單 直到21年 歐洲才開始陸陸續續的交車 而台灣BOBO是目前在台灣業界 最快推出新車型的代理商 它在短短的8個月就進來台灣了 BOBO商用車這次提供了 兩輛全新6期New Range FM500跟FH540頭等艙 FM一直是我心目中非常想擁有的一部車 因為它有低駕駛台 讓我平常上下車會比較方便 加上有頭等艙 有更優異的油耗表現與空間 但是我們今天的試駕主要都會放在FM上面 因為FM它的改款的幅度比較大 也是我們台灣比較大眾的車型 BOBO這一次7項主被動安全一樣是標配 並且升級了業界唯一的功能 VDS這次升級了個人化方向盤力道調整 還有選配車外遙控器 ACC也升級了全速域跟車 LCS原廠盲點警示 現在還有車側鏡頭 你們也可以看到視角的部分 DAS疲勞警示 AEBS自動殺停 LKS車道偏移警示與修正 ESP車身穩定系統 目前的車型編程 43噸級的有FH540還有FM500 舉中跟舉後 35噸級的有420、460還有500 大貨車的部分有30噸四軸的 500噸還有26噸的500噸 另外還有減配版的車型 35噸是380匹 還有43噸的FM420 舉中軸的車款 然後所有的車型通通都是跌煞 沒有古煞了 我們現在試駕的是VOLVO的FM500頭等艙 它的引擎馬力是500匹 扭力的部分2550牛頓米 在980轉也算很早 980轉到1270轉產生 比武器多了50牛頓米 轉速也提早80轉 軸距3米5車重大約是7噸3 比平頭的車廂大概多了170公斤 其實頭等艙也沒有多了多少重量 首先LOGO的部分也比武器大了一點 這個Iron Mark 他們的VOLVO的一個標誌 再來擋風玻璃的上方 還有這裡上面是攝影機 這邊是頭燈的感應 就是會自動開啟頭燈這樣 它現在都是自動感應的頭燈 我們夜間行駛的時候視線會更好 FM500是標配 然後在460、420跟380 它以下是乳素燈泡 500匹以下是乳素燈泡 然後其他的車款 都可以選配LED的頭燈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尖隙 也比上一代尖隙比較小了 可以有更好的風阻 減少風阻會更省油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面板裡面的部分 因為它這一代 這個空隙比較小 所以它舉升的工具放在這裡 防止你掀車頭的時候去擠到面板 前面是彈簧懸吊 後面是Air包的 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VDS的機構 它是在原本的Power Pump上面 加一個電子輔助 所以我們可以有車道修正 這個就是它主要的功能 這邊是機油加注口 機油池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純黑油 我們也不用電車頭 在這裡很方便 然後附水箱 這個是冷氣的濾網 這邊是電氣盒 再來我們前輪的部分 是八頓的乾板懸吊 兩片式的 全新設計的方向燈 不僅更流線 辨識度也比較好 下降的車門線 還有更鮮薄的後視鏡 而且比之前更廣角 再來我們看頭等艙的部分 它的車高 如果沒有加上導流板的話 是3450mm 裝上那個帽子 現在是調到中間 你如果跟那個導流板 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是3米7 然後升到最高是4米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個車型 就是因為 我們燈車非常的方便 上下車方便 然後加上導流板 你可以到4米 這樣我們在拖貨櫃的時候 就減少很多風阻了 再來我們看導流板 這邊可以向內轉 這邊有一個拉扣 向內轉 然後這次的護欄 設計的也不錯 燈車也很方便 再來尿素桶的部分 是64公升的 這個是 Aerolite 放在這個地方 改天要維修也很方便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電瓶了 再來尾燈的部分 所有的車型都是改為LED的 在你緊急煞車的時候 會自動開啟警示燈 然後我們 乾板是三片的 還有平衡感跟避震器 還有差速器 差速器的部分 可以選2.79與3.1 你如果跑長途的話 可以選擇2.79 然後它的軸負荷是13噸 2022年交車的話 後軸會搭配70噸的後軸 減速比變成了2.85跟3.08 然後460的部分 有雙減速的差速器 這邊有一個空間 但是它上面有加了一個踏板 365公升的油箱 跟540都一樣 然後消音器 6起的消音器特別大顆 再來我們看一下 車門的旁邊的工具箱 兩邊都有 從裡面拉 外面要翻一下才會起來 裡面的空間 非常的深 然後有壓停桿 然後後照鏡下方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是盲點的鏡頭 最多最多可以達到8支 然後這支鏡頭 它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視角 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來 外面也可以看得非常的寬 然後這次的新的6起 附這個遙控器 鎖車跟開車門 然後巡車的部分 可以用燈光 還有按喇叭 我們現在打開車門 FM的好處 就是上下車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車門 比上一代變得更薄 可是它隔音變得更好 來我們上車看一下 這個第二個階梯 我們可以把鞋子放在裡面了 因為我們可能常跑工地 有的沒的 有時候都是泥令 才不會把泥令帶到車上來 我們方向盤的部分 調整可以這樣上下前後 四個方向 然後座椅的部分 這邊大腿支撐可以往前 椅墊可以往前 再來這個是阻尼 座椅的阻尼 你在上下的時候 它的阻尼的軟硬度 然後椅墊前部 可以上下調整 再來這邊就是椅背的上半部 這一顆是椅背的上半部 然後整個椅背的傾倒 進到車內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新的 iShift排檔的系統 這一次多了三種模式 包括節驗能 還有一般 還有爬坡 然後我們現在打空檔 它變得比較平 所以我們要跨過去上車的話 比較不會跌樓啦 然後A柱 我們可以看一下直立式的A柱 變成我們坐在這裡這個視角 它會變得比較纖細 然後後視鏡 這個空間也比較大一點 所以看起來 它的視角減少了很多 整體比上一代多了10%的視野 方向盤 左邊的部分 全部都是A-DAS的系統 包括跟車啦 全速域跟車定速 下坡限速等等的功能 都在左邊這一邊 右邊的部分 全部就是影音的系統 包括這一次的12吋的儀表 有三種模式 Home鍵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簡易一點 第三種模式 就是氣墊車才有的 有載重顯示 然後在我們大燈開關的旁邊 你按一下 它會把所有的數據都關閉 現在這樣只有時速 再來我們看到車門旁邊 這邊就是後視鏡 左右兩邊 上下兩片 十字鍵 後視鏡除霧的部分 它很貼心 你有看這邊有一個時鐘的功能 它半小時會自動幫你關閉 因為我們有時候下雨開了 然後沒下雨就忘記關 它半小時就會幫你關掉 電動窗 中控 然後冷氣的部分 都是恆溫 也有AUTO的功能 然後這一顆開關 是防超速功能 例如你在工廠裡面速限30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在台東 有些路段40、60 例如60你按下去 你油門怎麼踩 它都不會超過60 娛樂系統的部分 它保留了原始的按鍵 像這邊我們電台可以設置 設置1234 我們可以很直覺的直接按 按我們設定的電台 音樂、電話、導航 或者是車外攝影機 我們在這邊按下去都可以看得到 垃圾棒的部分 這邊也有一個空間 這邊也有 這邊兩個 這邊也有一個 然後杯架的部分比較特別 它裡面有一個塑膠 讓你的飲料比較不會跑來跑去這樣 這邊有一個USB插孔 點驗器 12V的電源 24V的電源 再來頭等艙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月書燈 這邊也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這個是煙霧警報器 前面最不一樣的地方 你看這個空間非常大 這裡也有 然後這一部 它有選配這個電動遮陽鏈 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天窗的部分 要注意這個是一次性的 很多人好像要想要去把它打開 這個一次性的 這個是逃生口 它有一個遮陽鏈 可以關閉 然後副駕的部分 一樣有月書燈 該省的都沒有省 這裡也有 跟司機邊都是一樣的 但是副駕 這裡還多了一個小空間 那邊是行車記錄器 一樣 再來我們看一下車廂後面 這個儲物的空間 這裡面選配了一台冰箱 這個全部都要選配 應該是選配這個冰箱 包括這個裝潢 你也要選配 我們可以看一下裡面 可以冰蠻多飲料的 這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我覺得很有設計感 非常的漂亮 很有家的感覺 然後它這種 儲物空間 它設計這種顏色 就是要為了讓你看起來 車廂裡面的空間更大 然後左右兩邊一樣 都有一個儲物空間 再來後窗的部分 後窗的部分 我們這一部它有開那個玻璃窗 但是它有一個遮陽臉 可以遮蔽的 把陽光遮蔽的很好 幾乎不會讓陽光跑進來 這個設計我也蠻喜歡的 再來床鋪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觸控的電燈 還蠻帥的 手回軌的 然後下面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兩邊都有 都一樣窗簾 接下來我們看床鋪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拉柄 把它升起來 這邊也有一個空間 這裡也是 整個車子 空間真的還蠻多的 可以放東西的地方 真的蠻多的 但是上面這個要選配 選配之後它就是多了50%的空間 我們現在準備出發的時候 我們鑰匙打開 然後它有問題的話 就直接會顯示在你的儀錶板上 我們也可以透過HOME鍵下面這個 看一下 點進去看一下 裡面的所有問題這樣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發動出發了 如果車子有問題的話 它這邊會顯示黃色或者是紅色 它會 這兩邊有一個氣氛燈 會顯示出來 我們現在試一下到車的時候 轉方向盤 VDS其實上一次六期 我們就介紹過了 這個方向盤很輕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真的開到的時候 像我下班 回家開過BMW的小烏龜 我就覺得它 方向盤怕 還有BOBO iShift 它的離合器 它離合器那種電子式的 躲在那個 我們說的那個 裏面 它在釋放 也是 你油門踩多少 它離合器就給你踩多少 所以我們在後腳路 我們要這樣 捉著捉著 捉著捉著 捉著捉著捉著 捉著捉著捉著 我們就很輕鬆 可以捉著 有時候我們可能 稍微上坡倒車 你在搭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油門 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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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著捉著捉著 完全不會扭動 完全順著直線走 然後方向盤很輕 所以在這種路 你這樣開的話 你的方向盤 不會被這種 砂石路面 去把你拉扯 像這裏有 露骨粒 大的褲子 貪圖路走一走 然後BOBO 六騎全車系 也都是標配 差速鎖定 在這種砂石場 像現在空車 遇到這種爬坡 我們來試一下 像這邊稍微小爬坡 我們什麼都沒有開的情況下 可能會丟車 就爬不上去了 就丟了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先倒車下來 這個在砂石場 很好用 如果遇到這種 碎石子又是爬坡的話 就可以善用這個功能 好 我們現在 TACS把它關閉 TACS開啟的時候 它會把油收掉 然後我們再打開LUCK 之後 記得要記在手排 選擇適合的檔位 所以像空車 我就選擇四檔讓它衝上去 LUCK打開得清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挖一下腳速度 輕輕鬆鬆鬆就起來了 那你如果沒有LUCK 你就是吊在那裡 我們現在時速大概60左右 如果我們方向盤 爬也沒有定速的情況下 你會感受方向盤在震動 然後你剛剛有看到那個儀表上的那個橫槓 你稍微壓到 它會變成綠色 左邊現在 剛剛稍微偏左邊嘛 然後我們再偏一次 你看一下 變綠色 有時候整個偏出去的時候 它方向盤會震動 然後儀表上面會顯示黃色的燈 像我們現在這樣旁邊有車 我們打方向燈 視角我們也看得到 然後剛剛88的聲音 就是在意識說我們旁邊有車子 然後我們看我們後視鏡的門把上 還有一個紅燈在閃爍 它這個鏡頭啊 非常的廣角 包括連車子的前側也看得到 尤其是外面的部分可以看得非常遠 我們現在從台東要回程了 舊路這邊這個路口 從半夜三點拍到現在 要回程啦 BOBO這個儀表啊 有蠻多功能可以看的 像現在有渦輪鎮壓 電速箱油溫 電壓 發動機油溫 就是發動機機油的油味 就是你上一次啟動 它都會幫你記錄在裡面 油壓 油壓也可以看 不錯 發動機冷卻氣 然後我們這個自動跟車 也非常的好用 全速翼的自動跟車ACC 也非常的好用 我們現在給它設定下去 先設定一下時速 好55 然後我們前車把它跟著 不管前車減速 加速 都可以自動跟著它啦 像現在這樣都很輕鬆 反正我們就跟著前車的速度就好 就算在轉彎 也是跟著緊緊的 都不會那個漏高 也不會因為前車突然轉過去 馬上就開始加速 你看現在都是跟著 然後前車煞車 我們就跟著煞車這樣 你看 前面停下來了 它自己幫我停耶 就算我們在不注意的時候 你看 剛剛都是它在動喔 我如果踩煞車的話 這個自動跟車就停掉了 現在都是它幫我停 然後前車移開 我點一下油門 有沒有 定速又跟上了 腳拿起來比較不好看 這樣看得到這一隻腳 鏡頭稍微轉一下 有沒有 就跟著前車走 真的是太讚了 你如果像車隊在行進啊 前後都是同事的話 可以找一個開車比較穩定的朋友 讓它開在前面 然後就可以很順暢的兩個人一起走 比較不會發生說 前面突然緊急煞車 還沒注意 動不了 那我們可以開啟一下限制滑行 可以加5或加10 它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 我們訂的時速 你可以在 當它超速10公里這樣 滑行的情況下 你可以允許它 滑行10公里 然後在山路上 有這個VDS開起來 真的很輕鬆 我們現在這樣 左右轉啊 彎來彎去啊 方向盤真的非常的精準 方向盤真的非常的精準 也很輕 速度在降慢一點 我們速度再降慢一點 使用一下排氣煞車 不要跟那麼近 我現在退掉了 那個跟車已經退掉了 旁邊如果兩個框框跑出來 就是定速已經退掉了 就是定速已經退掉了 這邊有點下坡 我們試一下引擎煞車 它的一段一段很分明 馬上翻馬上來 不會慢半拍 然後也會隨著你的那個 下坡的程度 就是下坡加速的程度 然後來取決它的退檔 轉速要拉多高這樣 你如果像這樣平平的 我們引擎煞車一段 兩段 三段 你看它拉的轉速 就不會那麼激進 它會算你的那個 減速率 下坡如果速度太快 它減速 引擎減速去 開始作動的情況下 然後你加速還很快 它就會用轉速 來幫忙車子 減速 就是用一點那個擋煞這樣 很聰明啊 覺得它連排氣煞車 各方面配合的也很聰明 然後轉彎像切豆腐一樣 很精準耶 很準耶 不會過頭 就不會突然扭一下這樣 因為可能新車 新車也沒有遊玩 所以開起來就是 像切豆腐一樣 非常的輕鬆 我們現在 我們先用 節能模式 油門踩到底 大概1500轉之內換檔 1500轉之內換檔 1200轉換檔 還是1200 你用節能模式 它都會提早換檔啊 那我們先試一般的模式 一樣油門到底 1700 1600 1600 1600 10檔1400 在這個 11檔這邊 就是有高一點點啦 然後你們看喔 如果爬坡檔的話 它就退檔了 踩下去它就退檔了 然後幾乎不會入檔 都一直hold在11檔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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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概就是這 三種模式啦 然後節能模式 你開起來就是換檔很順 然後很早換 你開起來會 感覺比較沒力 因為它都用我們 車子的扭力再出力 盡量不會 把我們的500匹馬力 拿出來用 大部分都是用扭力再開 那你用扭力再開 就會比較省油 就是轉速不要拉那麼高嘛 我們現在在FM車上 我們來看一下 80的轉速 被營是1100轉 90公里 大概是1220轉左右 我們現在FM開起來 它的車廂啊 它是前面 彈簧懸吊 後面是Air包 因為它那個 帶動軸是乾板 所以它要 減輕一點 車頭的那個彈跳度 所以它把 車廂後面的懸吊改成Air包 然後椅子的部分 它的發泡棉的設定 感覺好像有比FH硬一點點 但是坐起來 那個感覺好像 蠻些微的 整個椅子坐起來的 管是坐姿啊 就這個部分啊 還有旁邊的夾翼 其實感覺真的 都還蠻像的 可能說有差 可能也是差一點點 然後也是有扶手 兩邊都有扶手 這樣開都很輕鬆 可以讓兩邊的手 都可以休息一下 再來我開這部FM的感覺 FM真的是 我比較理想中的車子 尤其又加上頭等艙的話 我不管是拉貨櫃 拉舉斗 有頭等艙你那種 風阻啊都會比較小 然後你家頭等艙 可以有沒有 整個空間也好很多 不用說戴帽子 整個帽子折得很翹 而且這樣風阻也比較小 小帽子這樣一層一層這樣上去 它最高可以達到4米 我拉貨櫃的話 我貨櫃大概是4米1 其實這樣就 你可能在高速公路上 跟會車看出來也差不多都是一樣高 其他 像我那個板架比較特殊 我是做那種 就是耳錦的板架 你如果一般的板架 通常還是會超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車型 真的非常適合我 尤其跑西歪 上上下下 跑橘斗 我們如果在打斑 我們要跳去跳熱 跳去跳熱 這個兩個階梯的 就非常的方便 然後在市區行駛的話 因為跑西歪也常常去 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你這種 它整個設計啊 車門線向下 你在市區開的時候 整個那個壓力 變得非常的小 因為你做的比較低嘛 死角也減少很多 然後加上它現在方向盤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操控 數位的儀表 9吋的娛樂系統 娛樂系統之外 它還有保留原本的按鍵式的按鈕 我覺得這樣比較直覺啦 像我們要換一個電台啊 或者是要關聲音什麼 我們就直接按一下嘛 有按鍵可以按一下 我們不用再用這個選單 或者是觸控螢幕 一個一個一個點進去這樣 也保留這種直覺式的按鍵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是蠻方便的 你開車就是雙手握著方向盤 你要調整什麼數據 不管是娛樂系統定速的裝置 全部都在方向盤操作 你在開車就是雙手握著方向盤 你幾乎都可以操縱車子所有的功能 然後排氣煞車的部分 它這個撥桿也做得非常的精準 由A到3 A到0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有一個軟 我們不會說這樣 變過頭這個一格一格都還蠻準的 不會說這樣 然後比較出力 就變到3軟 直接1跳3 比較不會它那個一格一格 你在播很清楚 我覺得BOBO就是很注重這些 車內的細節上 這一次的FM的試駕感受 我真的覺得是太讚了 這剛才不是業配貨 這真的是心目中的車子的力 今天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再買到FM的話 我選擇它的配置一定會是加頭等艙 全套的導流板前後都是 車廂前後都是氣選 那個氣選的 車廂也要包 然後後底盤也是氣墊懸吊 為什麼要選420呢 因為420它的扭力很早開 在862轉就打開了 有2142扭頓米 我覺得這樣就非常夠用了 因為跑CY其實重也不會重到哪裡 然後大部分都是中部以南 尤其常跑市區的話 扭力比較早出來 也會比較省油 我們看不用常常Q轉手 扭力比較提早這樣 然後大燈的部分 我也會選LED 如果不要太貴的話 我也會選LED 因為這部車我真的覺得 實在是太適合了 真的是有它的質感在 像這個儀表這樣 你如果不要一些太多的訊息 我們按一下 它就顯示時速還有你現在跟車的一些數據 各個方面我覺得真的是超棒 這個 我很少試駕車子說 那幾天都睡不好 真的這幾天都睡不好 因為每天我都想要出來開一開 真的是太好開了 尤其這種駕駛座 這樣假假的 我們在跑市區 因為市區的路況比較複雜 然後你整個車門線向下 它的視角減少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市區 視野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總之 它就是我心目中的車 就希望它 希望我有那個能力 把它入手 OK 今天的試駕就到這裡 那如果未來BOBO它 有機會 就是有一些試駕活動的話 因為現在疫情這樣子 應該也是很困難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就去看一下 或許原廠那邊可能也有車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棒 很不錯 OK 掰掰 我們打開面板 來看一下裡面的機構 因為我們舉車頭的時候 它這一代面板要掀開 所以它會把